欢迎收看魅力东方 我是黄宝慧 在中国历史上 有一位精通如是道三教 又能够统军征战的全方位能人 即使到了今天 他的哲学观 仍然是各界奉为宝典的闺念 这个人就是明代著名的 思想家王阳明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 他开创儒学新天地 成为一代心学宗师 而作为军事家 他又立下了不朽的战绩 标秉史册 今天魅力东方 就要带着你走进启蒙 他对于这个世界一切认知的源头 那就是宁波渝瑶士 了解他一生为了求道 而走过的心路历程 新元1472年 王阳明出生于浙江渝瑶的一个树香门地 但从他来到这世上的那天起 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在他母亲怀里 14个月之久都没有出生 这么祖母老大人非常着急 就做梦了 一天夜里他梦见了 神人衣匪佩玉 驾着瑞云腾云而下 将怀中的一个小孩送入他怀中 那然后他就给他取名了 取名为王云 一朵云的云 那么他五岁都没有开口说话 就他父亲的一个朋友 到时来到他们家 他说这小孩天生聪明 可惜名字取得太大了 道破了天机 于是改名王守仁之后 就开口说话了 说来奇怪 改名后的王阳明 不但开口说话 而且还展露出过人的天赋 15岁的时候 就立下志愿要做一个圣贤人 并积极地研究各家学派 从研究朱熙的学说之后 感到产生怀疑之后 研究起佛老 这个佛老指的是佛学和道学 那么研究佛道之间 他又感到了先佛之妃 是在他34岁的时候 他认为佛教和道学 都是为被人伦 个人消极的一种追求 他的思想从那儿 泛滥于各家回归到儒学 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 而在王阳明的思想变化历程中 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发生在他一生中 最受磨难的时刻 在王阳明35岁的时候 王阳明因为为正职的官员 戴贤等言官变冤的时候 得罪了宦官刘瑾 被平障四十贬入牢狱 发配至贵州农场 做驿站的议程 到了这之后 他因为贬官到这之后 思想上从来没有因此 而步入消沉 反而顿悟了良知 对于他生命的重要性 王阳明认为 每一个人都有善良的本质 从良知出发 人人都能成为圣贤 这个思想一出世便打破了 陈珠礼学的禁锢 为当时日益走入 死板僵化的礼学 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王阳明还针对朱熙的 知先行后 提出了知行合一 一扫当时坐而论道 言行不一的腿米是风 知行合一呢 在王阳明的概念里面 他认为知和行是不可分离的 无论是先知和后行呢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和行 这里的知啊 有两层意思 一层呢 是指知识 这个知识呢 是通过实践的知 也就是说 先知后行当中的这个知呢 是知的 是行的开始 行啊 是知的结果 它们是同时发生不可分离的 知良知与知行合一 成为王阳明 往后开创新学的重要根基 而新学的运用 也让他在战场上屡见寻功 他带兵打仗运用的就是 谋略 心血 心术 主要是运用到 攻心为上的谋略 王阳明呢 仅仅用了35天的时间 不足3万的兵力 打退朱成豪 18万之多的兵力 这就是明朝著名的 成豪之乱 当时皇帝呢 分他为新建博的爵位 就是这么而来的 王阳明自创的新学 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 就在百年之后 明末清初的动乱时代 于瑶这块地灵人杰的土地上 又迎来了另外一位圣贤 清兵入关以后呢 黄宗熙呢 也是抱着这个 有国有民的思想 就是 报国爱国的思想呢 当时也是积极地参与了 这个 抗清的活动 那么当时于瑶呢 也是有很多的 一些义士啊 他们集结义兵啊 起来抗清 比如说孙家记 熊汝林这些人 那么黄宗熙呢 黄宗熙呢 他知道了以后呢 也是变卖自己的家产 集结了义军六百多人 结成了市中营 来响应和号召 可惜呢就是 因为 因为我双方的这个力量太悬殊 所以失败了 生与乱世的黄宗熙 作为明代的亡国遗臣 在抗清失败之后 为了躲避清兵 回到了家乡 宇瑶 并且在龙虎草堂 沉痛地思索着 家国伦亡的原因 那么他的主要著作的代表作 比如说明一代访路 之中呢就是 深刻地分析了这个 当时的这个政治的 环境政治的影响 还有明代变亡的一些原因等等 面对君主昏庸无能 奸臣当道的年代 黄宗熙提出了明本的概念 开启了民主思想的先河 他是我国呢最早提出 明本思想的一个思想家 那么他的主要的明本思想呢 是天下名为主 君为可 就是说首次把君王 放在了克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 而认为呢就是人民 广大的百姓呢 才是最主要的这个社会的力量 黄宗熙不但提倡自己的治国理念 也是第一个将儒学的学派 进行系统整理和归纳的人 他让于瑶一度成为 浙东学子的向往之地 而事实上 鱼瑶的历史并不止于这五千年的文化血脉 从这里挖掘出来的河姆渡遗址 把一般人原本对中国文明的认知 足足往前推进了两千年 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一个上部呢 我们就发现了大量的人工栽培水稻 并且呢这些稻谷在遗址挖掘出土时 颜色呢都是金黄色的 比较遗憾呢 跟空气接触三到四分钟以后呢 就碳化 但是在这一边发现大量的人工栽培水稻呢 也是说明了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呢 是栽培水稻的一个起源地 改写一直认为呢 我们的水稻呢 是从国外引进来的这个说法了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 叠压着四个文化层 从出土的生活用品到艺术品 都再再反映出了远古先民们 群聚生活的繁荣景象 渝遗可以说是地灵人节 名人汇聚 不但是这栋学术的中心 还是拥有着七千年 和亩度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 发祥地之一 深厚的历史底蕴 更为渝遗留下了众多的人文景观 和动人传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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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长三角核心区的鱼瑶市 拥有浙江省第一个台商独资所建立的工业园区 让这座县集市早在90年代初 便吸引了不少海内外投资商前来入驻 转眼之间已经过了20多个年头 而这座工业城市的硬体设备 技术含量却丝毫不逊于 现今新兴的工业基地 究竟是什么样的思维远见 能够让渝遗在激烈的竞争洪流当中 走出自己的特色呢 带你一起来一块深入了解 绿树城印的街道 蜿蜒曲折的河川 如果没有特别介绍 很难相信这是一座工业城 而这座工业城的缔造者 就是来自台中 以皮鞋制造业起家的蔡玉成 我们认为说 是不是台湾当时的房地产业 在1908年台湾房地产业很好 大陆房地产业几乎一片空拔 刚好很多产业的 希望移转到大陆来 所以我就想说 是不是我的机会又来了 我可以做一个转型 从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地开发 房地产业进入这么一个行业 1993年 蔡玉成决定到大陆投资工业区 请了打造台湾竹科的 建筑师团队来做设计 自己亲自读工 事实上我把台湾当时 我们已经做的 算是可以的基础的严肃 我把它移到这里 包括不管它像彩色的柱头 还有人行道 还有减速坡 还有无障碍坡 比如说我们挖了 这个人工的河 我们叫清水河 像这些清水河严肃 就是我们用 我们宜兰东山河的 一个严肃到这里来 转眼20多年 如今这座花园式的工业城 吸引了全球50多家 中外企业入驻 年创产值高达60多亿人民币 而这里的汽车电子公司 更是全亚洲车用零部件 最大的供应商 今天我们客人是不来公司 做品质检验的 因为我们东西 卖给它是一块 当这品质出问题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赔它十块 严格的产品监控 和优质的科技化生产 是蔡玉成经营工业城的奉行规念 第一个公司所有的 制程的检验的设备的精密度 还有自主管理的这种要求 所以在这方面的因素 所以说我们的设备 很多不只从外面买 还有很多自己制造的 自己的设备 作为我们补充 我们的品质检验的一个把关 分毫不差的精益求精 让他们的产品 烧往了全球各地 一百多个国家 拥有三百多项的发明专利 拿下的国际奖项 更是不计其数 这摄像头是在我们 在前年得到美国 得到台湾台北展的 创新章产品 它的角度超过200度 一般我们超过180度的视角 那在市面上 可能大部分都在145度左右 所以它的一个 取向的一个角度 是比较高的 不断地学习创新 建立核心竞争力 蔡玉成对于工业城的期许 是与时俱进的 强化自身能力 现在也鼓励绿色环保 和生态保育的企业 进驻发展 一般针对黑臭这种水体 一般就是说一到三个月 我们就能消除它这个 黑臭水体这个散发的臭味 那么六个月 我们就能开始 对它整个生态系统 有一个质的改观 也就是说它里面 能够生长一些 基本的一些水草 甚至有些那种 适应性强的鱼 它就能够生长了 那么基本上 通过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恢复它原来 原有的这种生态 其实它们的进化原理很简单 就是回归到最原始的微生物 由食物链的底层开始 自然地修复环境 因为微生物 它是食物链的最底层 也是承接物质和交换 或者转换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枢纽 那么从底层来改变 上层的这个整个食物链 整个生态 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如果我们是 从上层来改变下层的这个 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们顺势力导 就是说通过激活底层的这个微生物 来改变整个生态环境 这种是达到一个生态修复 提升水质的一个目的 装在那罐玻璃瓶里的白色小颗粒 就是用来激活微生物的材料 这样的技术核心 也是领先于全世界的研究成果 事实上 像这样的高科技企业 在这个科创园区里 已经有40多家了 而当地政府 为了吸引多元的人才进驻 还提供了不少配套措施 因为这个租金 如果你在其他的地方租的话 这么大平方米的这个租金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是对于出创型来说 这笔开支如果我能省下来的话 我就能更多的投放到 我这个研发费用上面 那么对我们这个研发和 就是说人才方面 就是也是一个好处 强化环境 储备人才提供资金 完整的配套政策 让想再创新商机的企业群们 能更尽兴无忧地挥洒冲刺 持续创新与优质人才 是强化产业竞争的不二法则 当地政府清楚地 看见了这些发展的脉络 大力大迫地落实执行 为余瑶的产业进程 挑起了创新大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您继续回到魅力东方 古有谚语说 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事 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 这话也成了真实的人生 在余瑶市就有这么一个社区 年轻人就占了其中的75% 针对社区人口年轻化这一个特点 管理者建立起了一套 完善的智能化体系 为居民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服务 达到了居民不出门 就能够生活百事通 现在带你一起来了解 聪明的余瑶人 在这个一世代的环境中 是如何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 以及它的及时性 开创生活新思路 在余瑶市的东江社区里 住了将近3000户的居民 但是管理只靠9个工作人员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网络 这个是每一天的新消息有多少 然后新增人数点一下之后 就是这些都是买的 那我需要把它给分组分号 那就是全选 然后这里有一个添加到 就是添加到我的居民 透过网络的各种平台 不论是文字图片 或是语音视频 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彼此 而这条智能化管理的新思路 就是东江的社区书记 鲁运晴想出来的点子 我们社区的话呢 就是相对讲起来 年轻人比较多 因为当初成东在开发的时候 年轻人就因为要结婚买房子 都买到成东了 是这样子 所以年轻人呢 我们45中岁以下 年轻人就占了75% 所以我们为了方便居民和社区联系 就推出了这样一个一线工作法 利用智能化的一个平台 和居民进行一个沟通 一条看不见的一线 将居民与社区连成了一家 随着人们不同的需求 这社区有了QQ群 微信群 还有爆料平台等等功能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上次就是工业幼儿园前面呢 有人在焚烧垃圾 那么我们居民看到以后呢 他就第一时间就发照片和图片给我们 那我们社区工作人员 在尽快赶去现场的同时呢 和城管和消防大队联系 联系好以后呢 我们就五分钟赶到现场了 第一时间把问题解决了 就是让居民觉得 我给社区爆料了 也增加了居民的一种主人文意识 多了一份参与感 社区的居民人人都成了管家 而易化除了管理功能 还多了实际的优惠服务 比如说餐饮啊 就是然后小朋友的一些 就是有花店啊 学习店啊 晴行啊等等 那么我们居民就可以通过 我们的微信给他展示一下 就可以享受一些折扣 最低的折扣呢 就是达到了一个6.8折 那么这个活动推出以后呢 商家呢感觉 我既赚尽了钱又赚了人气 那么居民呢 觉得我享受到了优惠 那么我们社区呢又觉得 商家和去社区互动 和居民互动 就更进了一步 把关系呢更加融洽了 我的书房 大睡房 那我很喜欢拍照呢 这种都是我 高龄90岁的叶老先生 22岁到了台湾 时隔半世纪之后 在孩子都已经成家 旅居海外的情况之下 决定回到自己的故乡养老 我在台湾 社区里的人因为网路的辩解 没有什么小区 什么灵力 不愧人的看我 就这样 他们没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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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来就 你们真的我这里很好吗 社区里的人因为网路的辩解 对于邻里的生活作息和习惯 都非常熟悉 叶老先生虽然一个人在这生活 却好像是一大家子在照顾 那他们的电话 他们也有我的电话 打破外界对于网路一化 成为人与人之间 最远距离的刻板印象 在这个社区 无形的一化生活 成了最真实的温暖人情 同样在渝瑶最新颖的 和最古葡的都各有特色 就位在渝瑶城区西南45公里处 有一个身影在山林间的古村落 全村近千人口都姓省 家家户户都种柿子 所以又称之为士林村 而要说起他们的历史 还得追溯到北宋时期 我们这里的开石子 就是省太龙的太龙宫 他是个当时在百宋时期 他是个很喜好游览三岁的人 那年他是冬天的时候沿路走 看到这里景色这么奇地 那个时候他把个饭包 放在那个古井的上面 当时有棵小树 他到中午的时候 他感觉肚子有点饿的时候 回到那个地方去吃饭 然后饭包一拿下来以后 感觉饭包还有余温 他就认为这个地方 古城一定是个好地方 然后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古色古香的士林村 完整地保存了 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 这种采用当地单山时堆砌而成的老房屋 在世代相传十五百年之后 依旧非常坚固 在古时候这样可以看到这里的房子都是用在碎石垒切上去的 平地而起的 这个碎石可以看到它是两层的而不是单层的 因为住在里面可以一个防风防水 这个石头可以仔细看 这个石头它有种特色 就是暗红色的石窥为主的 这个暗红色就是取自己下面的单山石 古村独特的人文内涵和风光景色 在今年旅游业的发展之下 每年能够吸引多达五十多万的旅客 让沉寂了六百多年的士林村 又再度地热闹了起来 生活质量的好坏 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 更是取决于管理者的管理制度与信念 从民众企业到政府相互配合理解 才能够发展出更和谐健康的社会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黄宝慧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